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呀 就把心放肚子里啊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 接个电话啊 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我们什么时候交货了 找个电话 来 一个催工程款的电话 咱们交挡了啊 长话早说吧 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我都整理好了 你要小心 我自有分寸 还有 法医鉴定也在里面 你觉得有什么疑点 你看 似的脑部气被弄入 很整齐 不像是随机的杀伤案 对了 你要这份资料干什么 这么受不了回 我现在调查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 李局又急着结案了 我想再看一看 我还忽略了什么证据 周明 你还是老样子有 怀疑一气 我佩服你 龙胜公司 是不是本是那个 又搞石油 又拍电影的集团 我先走了 你要多保重 刘辉 谢了 东西拿到了 你们看这事怎么处理 他可是我们一手培养起来的呀 移动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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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不让我查这个案子呢 我马上就能结案了 我求您只需要再给我几天就行了 谭总 去哪儿 回去吧 哎 把钥匙给我 我帮你开车 你先回去玩我的事 我是来帮你的 我告诉你 如果我不是约履医上 我不知道任何人都查过这个案子 包括你在这儿 这就是你的队伍 这个案子太危险 你这时候派一个愣头青给我 立决我不明白 你会不明白 周明啊 你们队在毒苹果案子里立过功 不代表就可以误视我这个局长的决定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你要是再不结案 连你那个挂纸队长的职务我都保不住 再让我看到这属气 就把警风给我拖了 再会一时等我 这封四十锦我先帮你拿 中队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是你我也会这么做 欢迎加油司队 中队 你不怪我了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您说 我调查的这个案子 除了你和我以外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那李局呢 那咱们队里其他人呢 我派他们协助助管组办案去了 那您刚才是去 我已经不换了 咱们车长说 在这个社会啊 有着女批人 你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变化与他们不无关系 什么 而且这个组织已经存长很久了 不明白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就像这辆车来说 它的存在不是电脑创造出来的 它的存在取决于人的想法 也就是创意 创意啊 支配这个社会 只要有足够多的钱 就能买到非常好的创意 有投资系会有回报 就像赌博一样 也许回报是几十倍 几百倍 甚至上千倍 人死后的世界啊 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 对于咱们来说 都是毫无意义的骨灰 对于他们来说却不是 死人有死人的价值 他们有一台机器 可以把死人脑里的东西全部提起出来 不就和盗墓一样吗 法律为什么不管 这个社会想要维持高速运转 需要这些人 是他们使咱们这个社会变得生气蓬勃 所以很简单 很多人不想让这种犯罪消息 那些死者家属们都不知道吗 知道就怎么样 即使知道了 我说是医学实验再给你几十万 那他们得到这些东西干什么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如此的创意之类的呀 你这创意的概念太模糊了 比如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 很多人都想拍网络电影 梦想着一夜成名 但成名是毕竟是少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成名的他们有创造性 或者说是购买了创造性 故事源于生活 那些想速成的电影人们 都去花钱买创意 而卖给他们创意的那些人 都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人 在脑子里的是记忆 拍出来的是电影的 那就是创意的 但不是每个人的脑子里 都有完美的故事啊 这就是记忆整合的力量 把每个人脑子里的故事 全部提出来 再共用一些脑力民工 把他们重新进行整合 变成新的故事 这工作量肯定很庞大 但这远比要编一个故事 来得容易得多 而且 而且什么 如果他们在筛选 某个死人的记忆中 发现了什么 那可能就是暴富 创意收集就像钻石一样 什么 二百吨的矿池才出一克拉 但是能卖个大下去 原来 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天气太老 咱们车上说 你好 我叫程思洋 新来的 李局调给我的 那你也是警察 如假或换 那你怎么 四年前的一个案子 我跟霍队开车去追捕逃犯 在追捕过程中 车子突然失控了 然后 嗨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这腿又不是没可能好 所以你啊 不被内疚 对了 你突然请我吃饭 有什么事吧 送你个礼物 我跟霍队有点私事要不要 你到外面等我 咱们多点说 不可能啊 这是今年第四起了 起初我也怀疑自己的判断 这个 小警察知道吗 这个案子我和他说了 但是霍哥的事我没有告诉他 这对他太危险了 他迟早会知道 你不该让他跟你处在未知的危险当中 忠明 在这几年里 我冷静下来发现 现在平稳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 这副拐账把你的兜指摸没了 毒苹果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霍哥的案子已经交给别的组了 你也该回头了 你看 这不是还有个钢琴组合警察吗 你不想让他不想让他后辰吧 那我就不明白了 李局既然不让我查 干嘛还要派人来帮我呢 为什么派这个新手来跟你 我也不知道 但是李局的意思很明白 霍哥的事过去了 这个案子再有蹊跷 也只是让你按随机杀人案去办 那难道就这么算啊 忠明 你拯救不了世界 但至少能够拯救你自己 和你身边的人吧 老邦 怎么样了 廖队正下正确确凿了 我们可以接案了 嗯 好 再看看 有没有漏掉的证据 去那边看看 请不 сх畅 听不ani 去帮忙出什么 大姐有个东西要交给你 什么时候 你现在就活了呀 我现在 中队 你们刚才聊什么了 跟咱们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一点私事 我看霍队的表情挺严肃的 喂 喂 公明 小心点 叶辉 怎么了 中队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吗 没有事情 没有 处理完我的档案之后 我想请你吃饭 这事不是想吃饭 那倒是 还有点别的事情 很重要 表辉 别来无恙啊 搞什么事快说吧 大姐让你去这个地方 我记下了 大姐开始怀疑你了 你要小心点 你快上来吧 我跟中队已经到了 嗯 就这样 中队 大成已经在楼底下了 马上就上来 你应该把警服放在这儿了 中队 你觉得 我戴上这帽子 好看吗 大成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这顶帽子 我不知道 还能戴多久 怎么大成不想让你当警察 他太爱我了 他失去我 可是 我又太爱警察这个职业了 中队 您是我淋在警局里面最大的力量 我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知道这顶帽子的活灰象征了什么 正义 但大成需要的不是正义 而是女子 这顶帽子 你可以不要的 但是你戴上它 就要承担她的份 你明白了 中队 大成回来了 再吃点吗 甭了 橙子的手艺真是不错 是啊 中队 橙子的手艺超好的 没看我最近都胖了吗 在做饭这一方面啊 我作为女人感到很惭愧 对了 听队里的郑哥说 您一个人住 是啊 您还没结婚 几乎差点的结了 我之前有过一段恋爱 过去五年了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 当时我们并不熟 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工作之后 她又在网上找到了我 并且很明显地向我识爱 然后呢 然后 跟你们一样支入爱河 正是因为爱情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为什么她会突然找到我 并且 一切都来得那么快 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吧 让我忘记了 我自己的职业操守 怀疑一切 怀疑一切 你是说你因为爱情 而忘了这个 你说的没错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 她其实和当时一个很轰动的案件有关 而她的男朋友 正是个犯罪的主谋 至于她和我的爱情 只不过是她们犯罪一部分 什么案件 就是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的毒苹果事件 你是说 毒苹果也是创意犯罪 和这次旅馆谋杀案很像 可据我所知 当时的媒体报道的是 您救了一个证人啊 没错 当时我把证人送到上海 然后她就失踪了 好 我直接过去 等会儿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现在就走了 你不是坐飞机回来吗 怎么改坐火车了 你行李呢 送给你的 行李 我早就快递回去了 我提前毕业了 我提前毕业了 这是我特地转机到上海给你买的 害得我 差点买占片回来 别打开 什么东西啊 这么神秘 那么非要打开看看 得了 听你的 都是我买的礼物送给你 什么时候 你也送我一次 生日再说吧 每年你都搬 今年你可不许了 今年啊 我一定陪你 哎 说说你在美国的事儿吧 哎 说说你在美国的事儿吧 FBI可崇拜咱们国家五国庆了 当年C19大案 老美都拿他的案例呢 嗯 你看着我干嘛 没事 哎 你要送上楼吗 只是一楼而已啊 算了算了 真不懂浪漫 不知道看着你哪了 得了 我自己上去吧 明天成会 别迟到了 走了 我们 明天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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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不是中队吗 我们要重新检查一遍旅馆 不必了 这个案子李居已经交给我来管了 我希望你还让我们进去再重新检查一遍旅馆 之前你不都检查过好几遍了吗 广且什么都没有查到啊 这就是一起简单的随机杀案案 今天我检查完之后 这个案子就要收集了 可是 没有什么好可视的 你难道想的就是浪费紧力 在这个没有价值的案件上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 我一定要检查清楚 我看这个案件安全对你自己重要 那个让你一绝不正当的 可以用我的时间 周明你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回国后做第一个法医鉴定 况且这个鉴定今天就要做完 还没完呢刘军 不是你说完就能完呢 本法医我还没做结论呢 难道你想污视这些疑点去找李居请公吗 哦对对对对 说的有道理 还没完呢 从美国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祝明走一下我有话说 今天成会你怎么没来啊 我去干什么呀 这个成会肯定变成你的欢迎会了 那你也得来呀 哎对了这个旅馆呀我查到很了不得的线索 想不想知道 什么呀 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了 你就不怕刘军告你一抓吗 我怕他呀 哎呀骗你的 其实什么都没查到 跟之前看下结果一样 哎我以为你去了美国之后会变得更厉害 是变厉害了 但是什么都没查到就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也算是一种证据吧 嗯我得走了 等有你有时间我再去找你 咱们还能查吗 不行啊 看刘军这意思啊 咱们是别想查这个案子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咱们去找被害人的公司经理 我们来找谭总 你们找错了 我们是警察我们要找谭总 等着 我到了 我到了 谭总请你们走吧 哎我 走吧 气死我了我们可是警察啊 那你还想当警察吗 那他们也太嚣张了 当时要有枪就好了 没用死的更惨 他们连警察都敢杀 当然 天哪 我还以为没人敢动警察呢 你要是觉得当警察是为了没人敢动你的话 那就来错地方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 可是什么呀 我问你 死一个坏蛋会有人伤心吗 死一个警察也不会 怎么会这样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罪恶与冷漠 罪恶是因为充满了利益 冷漠是缺少道德 可是 你刚毕业社会经济太少了 而且像警察这种 在社会边缘的职业更能体会到这个社会 乃是让人厌恶的一面 杀人放火 抢劫道歉 更多更恶劣的事情 在这个城市无端的发生着 而且每天都在发生 我 你很想当警察吗 除非你能忍受这一切 忍受这社会的阴暗力 忍受人类最根本 没有办法改掉的坏毛 并且要一直忍受下去 如果你忍受不了 请你换一个更好的工作 但是我希望你永远记住 这个社会不是那种面子 我当警察是为了正义 可是正义不会总战胜邪恶 你先回警局 中队你去哪儿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我跟你一起去 你先回局里 真情装备 等我消息 晚上有活了 都在消息 你还不想 playoffs 你还不想把我还没打开 我会拍完 你还不想想到 你才能感觉到 还不想到 你再说我们 我们还不想到 喂 窗友 你 你来这干嘛呀 我在问你呢 你快坐 我 我花不了多少时间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们 他们给我下了肚 他们 你要坚持住 你要坚持住 坚持住 中阳 我 对不起你 把我放下 放下 杨慧 杨慧 中阳 你拿着这个 你 你 你 看了什么 就 就 全 明 廖 廖 廖 你 站住 你 站住 你 他 你 你 他 他 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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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中队这样能成功吗 太冒险了吧 没有问题 只要非常好就快 作为警察不应该有 收到 那好 请问开始 是不是有人敲门 不知道的 没在意 文宇 你看得懂吗 印刷品啊 不都是用来看 也可以用来摆啊 只要你摆在了合适的位置 来 下座 咱们有麻烦了 好好保护探柱 到底有没有人啊 你别这么神奇兮兮的 你管这么多干嘛 拿好枪 在这里好好待着 考察 真是极品 真算不上是极品 这好话呀 不是说的 也可以用来听 嗯 关键是你得选对 合适的听众 刘检察官呀 您啊 就是太客气了 嘿嘿嘿 快 再咱们下去了 好 没事 调查呀 是常好的事 我说的呢 吓死我了 咱们继续 上回那批创意 找到买家了 现在还没到看电视的时间 这有什么关系 反正谭总一直半会儿下不满 你管那么多干嘛 赶快把电视关了 赶快把电视捐摄 叫谭总下来吃饭吗 不去 谭总下来吃饭吧 你们先吃吧 我待会儿下去 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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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哥怎么办的 计票 又命了 是不是有人跑不快啊 你怎么把他拖开了 韩总 别聊了你时间 好像有人进来了 你们先这办吧 刘姐啊 这双表弟 您好 您好 你就是 他呀 原来因为某些民营兜参军 这不吗 这就喜欢什么work game 真人CS什么的 你看他 对不对 成天拿个枪跟个小孩去乱打 哦 原来是这样 不知道你表弟在家 耽误你们俩了 我先告辞了 别啊 在这一会儿吃饭嘛 不吃了 想起来了 我还有点事 下次一定来找你 哎 那我可就不送您了今天 那我可就不送您了今天 今天这个汤是不是不够咸呢 我回去拿点盐 这汤怎么有股怪味啊 让你吃你就吃 管那么多干什么 知道我为什么买了 你不就是为了这个 月花眼 不会 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五百万的支票 这个 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吃你的饭吧 吃你的饭吧 老大 他怎么了 不是被你杀了吧 没有啊 不过应该被我 吓晕了 有什么事儿 不能电话里说啊 那事儿出问题了 就是因为一个警察 我查过他的档案 他就是当年追捕你的那个钟鸣 那我该怎么办 钟队 他不会跑了吧 放心 他一直玩玩跑不了 您稍等着 前个男子 你能不能说 我在哪儿 我在我 我呢 香港老大 上我的西窟龙井 要不要尝尝 龙井可不是这么喝的 味道熟悉吗 你知道这么绑着我没有用它知道吗 药就在这儿 随时都可以走 我这儿有一发子弹很明显 它不是为我准备的 再好的龙井不喝才是最大的浪费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应该告诉我了吧 警察呀 你只答了个礼拜 不带这么开玩笑的吧 几天前的毒苹果事件 听完是就住了三个创业走私商 其中一个龙华公司 就是现在龙胜公司的先生对吧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自从创意买卖合法化之后 龙晨作为创意产业部的负责人 一直在公司认识 可是他前两天却被人杀了 你会不知道吗 他是死于随机杀人案啊 可是这是法医档案 跟你说的有点出路啊 你从哪搞到他 你从哪搞到他 我跟你说过我是警察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从哪搞到他 据我所知 据你所知 这份导案应该在天华市的机密导案库是吧 另一个就是我把这份导案叫给门口的那个小警察 他可是刚进入警队啊 可盼着大案子呢 其实很简单 刘华负责天华市所有的创意买卖 而我 负责为他走私 和收集有价值的创意 后来做大了 天华市的刘检察官找到我 说有一个挣钱的伙 问我做不做 你说的刘检是天华市检察院的刘华 没错 就是他 我凭什么相信一个坏人说的 我们创意产业部的王晨 最近有个非常好的点子 我本来想花钱买过来 但是谁知道他腰价太高 我就把他辞了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刘华 他们上面有一拨人 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对这个创意非常的感兴趣 说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弄到 于是我找到了天华市 专门从事去活人创意的人 他叫小山 那个手机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我跟刘检察官 这些年的交易详情 当然 还有小山的联系方式 是这个 原本是明天取货 你今天却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为什么一个创意要费这么大周上 这个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你找到了王晨的脑部残片 你自己一切就清楚了 可是我提醒你 这个行业只认钻石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说的吗 现在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呢 你确定要这么做 好 程思义 你在哪儿 我们走 走啊 走啊 怎么了 钟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咱们刚是两天 你就知道我什么样的东西 是李局让我抓你的 我告诉你 不管你怎么看我 至少今天 我不会让你把我带到 钟队你变了 你真的杀了一个警察吗 现在全局都在通缉你 程思乡 我告诉你 我没有变 变的是你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警察的职业操守吗 周明啊 李局长 马上扭军啊 可以送这东西 你喜欢什么事 行划大级入口 公司 你行划小 语涛 语涛 竹铭 你怎么来了 现在全局都在通缉你 我这天一直在找你 就算怎么回事 你相信我吗 我不能告诉你 但只要你相信我 我是无辜的 我相信你 但是你为什么不 听我说语涛 现在马上离开电话室 我不离开你 语涛 听我的 我对不起你 让你卷成这样 现在回去马上离开电话室 要快 那你呢 语涛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其实我 我一直很在意你 但是这件事让我不得不远离 忠明 我从美国来就是为了你 我到上海去也是为了你 我不想再离开你了 忠明 我只想让我们过普通的生活 就像普通的情侣一样 你到了 语涛 忠明 我会隐蔽 我只想求求你 不要再让我过这种生活了 行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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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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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只有我知道 你是三号 你至今还在怀疑李局长 读苹果时间 李局长从省公安厅被下放到天华市 我现在办的这个案子还处处阻拦我 这正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不对 你怎么会亲自来天华市啊 就是为了这个 如果不来 这个通缉令和交配 就被联网审查了 被我押下来了 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份 我去查了那个叫廖辉的经理队长 资料很干净 是个优秀的干净 我这有东西 或许你应该看看 这是什么 廖辉你死前交给我的 怎么说他死前确实跟你在一起 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资料里是什么 本件加密了 我迫也不了 这个交给我我去办 还有 李局长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今天李局长让你把这个交给我 说明省厅上面已经有移动了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李局长 如果不是他申请你两颗子弹救了我的命 我今天也就帮不了你了 我现在帮他这个案子 跟毒苹果案件很像是不是 还是活取创意 还是脑袋被撬开 忠明 没有证据谁都不敢直接抓人 毒苹果案件就是因为没有弄到脑部残片 最后有几个被生之以法的 如果我能弄到 你说什么 我之前抓了一个人 他交代明天下午会跟人交易 如果他说是真的 我就能弄到脑部残片了 根据我的了解 你这个案子似乎跟翔哥有关 他会不会提前下手 所以才要抓紧时间 那好吧 你给我这张磁卡我马上去破译 根据我的经验 你只有不到48小时 48小时之内 如果你拿不到脑部残片 你的通缉令可就要被马上联网审查了 到时候我真的帮不了你了 我知道 哦对了还有 这是这是钥匙 你在这儿 有安全 你说48小时之内 如果你拿到了 还是这个电话 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不能相信我 你还记得警察的职业操守吧 你走吧 走了你别回来 我告诉你终点 我根本不爱你 还你要去 上好的西瓜龙井 要不要尝尝 要不要尝尝 龙井可不是这么喝的 啊 味道书行吗 你知道这么绑着我没有用的知道吗 我收集有价值的创意 后来做大了 天花市的刘检察官找到我 说有一个挣钱的活 怎么把我做不做 对于是我找到了天花市 专门从事去活人创业的人 他就小山 那个手机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 我跟刘检察官 这些年的交易详情 当然 还有小山的那些 可是我提醒你 这个行业只能钻石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说的 现在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能 你们抓紧时间处理一下 小马 把矽焦女帅的资料拿过来 我看一下 好啊 钟警官 看来刘检认是我 我是不是应该叫你 谭总的表弟啊 那你可是不揭穿我 我有必要让一只狗 知道主人的意图吗 还有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天花市的刘检察官找到了 说有一个挣钱的活 这他妈谭飞 狗急了也是会跳下来 谭飞这个狗杂子 这么快就出卖了 我以为还能坚持两三天 说吧钟警官 你想得到什么 我要救了 救我 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吗 但是我今天面对的是你 还有这把枪 我这儿有点事 你叫小王他们晚点过来 不错 你给我的合作开了一个好投 合作 拿枪指的我的人多了 最后还不是他们为了钱 谭总给了我一份 近些年来 你在天花市所有的买卖记录 还有视频 不能交给纪委的视频 好啊 那你娘请上了我 就在这天花市监察院 不 您活着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说过我要的是合作 真诚的合作 说吧 你想得到什么 喂 行我准备好了 一会儿我去拿我 嗯 你 就是谭总 我 不是谭总 你 时间到了 你 就是谭总 哎 这是你的 我的呢 这位谭总 东西一旦打开 可就算千收了 我 可不堆货了 你 你不听懂 儿子 大小小 小小小 老大 小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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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什么东西 快点 张哥 害了谁啊 我们该撤了 什么 你还记得毒苹果事件吗 记得 从那之后 咱们天华市可越来越不安定了 这个人 就是当年追武贤哥的那个警察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说来话长啊 毒苹果事件还没有闻 这个东西在我们手里 只有等死的会儿 给它也好 天华市我们待不下去了 我 喂 小雪儿 华长啊 钟铭 小雪儿 我今天来找你有急事件 小雪儿 你这是什么事 我们多久没见到钟铭 还记得上次我们这么近 是什么时候的事吗 两年前 都现在先被捕了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小雪儿 我今天来了 告诉我 告诉我 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 那你杀我吧 钟铭 当年如果不是你把我救出来 现在这张通缉令上的人 就是我 所以我今天过来 要请你帮个忙 对不起 坐吧 小雪儿 这行李 得了 别说了 你是警察 怎么会看得上我这种人 你说吧 今天找我什么事 我这儿有个东西 需要在这儿放在里边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这个 这里面 我不想知道这个 你想让我干什么 过两天 会有一个人来找 你把这个交给他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会帮你 你以为你是小雪儿 我怎么这么傻呀 我答应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如果我是那个李反一 你会爱上我吗 对不起 终于 终于 嗯 我知道 你拿枪指着我干什么 我没发现了 我没发现了 这里有人进来过 你看 东郊旅馆253房间 这么说他们约你见面了 你拿到哪儿不谈骗了 他要明白 我是不会把东西放在身上的 这么说今天你是给不了我了 终于 没想到你机会欺骗我 还撞了张纸条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终于也怀疑一切了 这才是我认识的才好 那你告诉我 他们是谁 为什么那帮没有抓呢 这个案子到现在我一直认为是想割锁的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 我是不会留下活口的 看来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个是我破解廖辉的家里文件 他接手的几个命案的资料都在这里 425特大山案 723车户 无一例外 都是脑部有一部分被切掉 这个手法和毒品额案件 能出一辙 你是说 廖辉因为职张太多而为啥 恰恰相反 廖辉能成为这些案件的经办主 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相信你说 廖辉他怎么会是这种人 这个我也不敢忘断 这是这些资料呈现给我的 李局不知道 李局一直在想办法延长接待时间 正因为他跟你我是同样的人 怀疑一切 这也难为你觉得 我之前还一直怀疑他 好了 现在你可以把脑部残片给我了吧 我还不能给 我要找到他 你真的还要继续查吗 脑部残片足以让一些人睡不着觉 他肯定知道你和我在这见面了 他留完这张字条就想让你我明白 他要的不是我们的命 也说明了这东西对他的重要性 这也是他的一贯作用 周明 你拿到了这么多疑点和直观正罪 足以让他们成为嫌疑对象了 毒苹果案件你没抓到翔哥 你认为你现在能抓到 三好 如果你相信我 就再帮我一次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脑部残片 求你 求你 周明 李局长没有看错你 你说吧 走了帮你 我 路上 我 驻 我 我 我们 点 Aa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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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霍东 没想到吧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能为了什么 告诉我 雨桃到底在哪 你打死我吧 中明 实话告诉你 大哥 马上就到了 你救不了他 跟着大哥干 保密中华富贵 放一车 我许你杀了他 中明 你不是 这些年 你一直在找我对吧 陆云 你就是想个 你以前不是都叫我爷爷吗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 我的东西呢 你仍有回待的身上 如果不是上级领导取笑了 我当时感觉亲手抓住 事到如今 你还相信你能抓住我呀 没用的 谁都抓不住我 中明 反抗有什么用啊 你根本不知道 要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权力有多大 所以你才能从毒品果案件中逃脱是吗 你先出去 逃脱 无论你是否理解 反正我所做的一切 这是犯罪 你知道吗 中明 他脑子里的创意足够让国内很多人失去工作 同时也会让外国人狠狠地赚上 赚中国人的钱 而他 正要把那个创意卖给外国人 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要是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 现在我要制裁你了 行啊 中明 多年不见 至少找人帮忙了 陆 不是随任何人都像你一样 湘哥 咱们别撤了 告诉我 好 东西在哪 是这种事情 好啊 到底 你让我丢个东西 没问题 反正 如果你不想丢个东西的话 只要你还能坚持六十 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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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一趟吧 我自己會走 找他走 真被到了 你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打開他 好 朱鳴 是他讓我來的 你是誰 他說有個東西要交給我 朱鳴他究竟怎麼了 我的東西呢 你究竟是誰 朱鳴他到底怎麼了 這句話讓我轉告你 他說的特別想回到兩年前 跑啊 跑啊 你怎麼不跑啊 你看這個 你抓不到我呢 你抓不到我呢 不動 你幹嘛啊 怎麼回事 你好 我們是分局的刑警 這兩個人是嫌疑犯 分局不用開了 二哥我管 這我們不帶走 可是我們 別說了 也沒別的事 就找他們聊一聊 既然這兒歸您局管 那您就帶走吧 先往哪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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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